182 承報 假官員電騙半年200宗受害人損失如2600萬 2015年7月15日港民A03計猜猜我是誰 電話片案有延伸手法 警方發現 有騙徒以假務內地官員的手法行騙 警方今年首6個月已接獲1370宗電話騙案舉報 當中有200宗屬假務官員騙案 舊去年同期上升196宗 升幅競爭49倍 至於所涉及款項2679萬元 舊去年多出2589萬元 警方調查發現 有一成的受害人的回鄉證資料遭到盜用 用來製作虛假的法律文件 相信時期資料被人盜用 與受害人將到內地旅遊有關 本部《港民報》報導今年首半年接獲的1370宗電話騙案 較去年數字上升192宗 行騙徒得手比率不足25% 至於今年首半年相關案件損失金額 高達4656萬元 其中片案金額的主要升幅來自今年所發生的200宗 假務內地官員案件 損失金額高達2679萬元 至於受害人方面 至今在1369名受害人 全部為港人 大部分為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 其他則有貿易商人 內地留學生及管理層人士等 大多數從境外致電受害者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林暢豪表示 騙徒大多數從境外致電受害者 他們分別假扮銀行、速遞公司職員或執法部門人員 我稱市主觸犯法例遭到通緝 需要支付金錢讓部門調查以證明其清白 其間片圖會將電話轉播至不同相關部門 他由統整出片圖主要以三種手法去騙取金錢 第一 總是製造虛假執法機關網站 騙取市主輸入個人資料 如銀行帳號號碼和戶口密碼 然後經網上轉帳直接提走金錢 第二 總是要求市主將金錢為置指定內地戶口 以及第三 總則是找人減務香港警察 直接與市主見面 利用假的委任證、拘捕令及凍結令 然後進行交收、展示通緝令或資產凍結令 林暢豪又表示 當中有一成受害人向警方稱 騙徒爭展示自己的通緝令或資產凍結令 當中附有自己回鄉證所用的相片和其他個人資料 警方調查發現 相信受害人將到內地消費並使用回鄉證件 估計因此令個人資料外洩 而當中到內地消費的地方 包括娛樂場所 購買一些與旅遊有關消費項目 旅行社 又或者一定酒店 他又指出 有關騙徒所展示通緝令或資產凍結令 由罪名、案情甚至文件本身都滅造 根本不會存在有關文件 騙案手法十年前已出現警方 亦發現三宗涉及騙徒有合假母內地官員和虛構綁架的手法 有騙使主因犯罪除了要提交保證金色嫌愛 還要求使主自己找酒店 然後必須與外界斷絕所有聯繫 直至安全為止 另一邊商 騙徒將計就計 致電事主家人我稱事主被綁架 需要贖金交換人質 由於家人無法聯絡事主 因此信以為真 並將贖金回出 雖然最後警方成功找回人質 但三宗案件合共損失以百六十萬元 林暢豪有分析 有關騙案手法在十年前已於輪近地區出現 現時騙徒選擇在本港法案 於是出現犯案趨勢轉移情況